來自現場最新凱米颱風 它現在已經中心出海了 但暴風竟然是籠罩台灣 目前是在宜蘭的七弦村 有出現淹水的情況 我們時間再交給張書函 好的觀眾 全都來關心颱風凱米的最新情形 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宜蘭 所以經過昨天一整晚的風雨招架之後 在宜蘭的各地也都傳出了淹水災情 可以看到現在記者在的位置是宜蘭的七弦村 而現在淹水的程度大概是到了腳踝左右 不過我們透過畫面往到旁邊看 其實這一整片都是稻田 不過現在因為積水淹水的關係 宛如一片大海一片洋流 其實根本就看不出來 尤其是一不小心的話 我們看到旁邊 我們以桿子來實測看看 這個深度一不小心就會跌倒 不過淹水那麼嚴重 我們也實際訪問到了七弦村的村長 村長您好 想要請教說昨天的這個淹水高度大概如何呢 因為這裡本身就屬於第一派地區 我們每逢颱風來臨之前都會被有抽 第一河川分屬都會被有臨時抽水機來準備抽水 想問說昨天有沒有村民講到說這個淹水的高度 大概是不是淹到了央部 有村民反應說他家裡淹到了藥部 那接下來是不是六部的這個抽水機還是有持續在運作 六部移動式抽水機 從昨天早上9點27分就開始運作到現在 抽水來不及 因為沒有大型的抽水機對我們這邊來說是 沒辦法解決這個淹水的問題 OK好我們今天謝謝村長 可以聽到村長是提到了 因為昨天這一部分本來就屬於比較低瓦的地區 所以可以說是每逢颱風就會淹水 而昨天這個最高有村民也表示說已經淹到了腰部左右 所以呢就緊急的趕快的往高樓層來到二樓來避難喔 那目前呢是已經出的六部的抽水機在進行運作 不過呢剛才村長也提到其實還是不夠 不過呢我們現在來到十一現場 其實水已經有在慢慢退去的趨勢了 所以呢也希望說這個水能趕快退去也還給村民一個原本的家園 那以上就是在宜蘭為哪路進行行 我們再把前面鏡頭交換篷內 好那也是要小心因為躲在車上不一定比較安全 鮑魚來襲在南投的貓羅西這溪水暴漲 有駕駛就把車停在堤防附近他人在休息 但是醒來就發現怎麼水淹進了車內 而且還淹到了腳上 他當時真的嚇壞了時間交給陳怡萱 鮑魚來襲橋下叫車閃著黃燈全部泡在水裡 水深已經高過輪胎甚至淹進車子裡面 就駕駛把車停在這裡 人在車內休息 睡到一半醒來發現怎麼水淹了進來 嚇都嚇壞了趕快報警求助 是什麼樣的狀況 睡到一半就淹水了 下雨天不用覺得說這邊可能會淹水嗎 沒有 因為那個那麼高 醒來就已經到那個腳上了 駕駛在南投市貓羅西旁的順溪南路 今天早上五點多因為大雨吸水暴漲 導致水淹進車內 而警校貨包到場 發言民眾已經自行脫困 現場目測超過30台車泡水 其中有車主一大早回來車上要拿東西 發現愛車進水也是相當傻眼 而警方趕緊在現場拉起封鎖線 防止有其他民眾進入 好 因應颱風動態 提醒一下高鐵跟台鐵在今天下午3點以前 是停鎖的全線停鎖 那台北車站目前的最新情況如何呢 時間交給柯佩軒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未來台北車站 其實受到颱風的影響 今天全台都還是會有風雨 所以在今天的台鐵跟高鐵 都還是全線停鎖的狀態 那我們可以來到台北車站就聽到 在這邊不斷的循環廣播播放 各種車次在今天都是停鎖的狀態 那可以看到有公佈這個看板 告訴大家在今天在東部幹線西部幹線 還有南迴也都是全線停鎖的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注意到在早上 還是有民眾陸續的來到現場 來想要詢問今天有沒有來發佈這個 台鐵跟高鐵的車次可以搭乘 但是呢都還是需要等到下午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你是要去哪裡 我要回台東 我算的錢本來就不多了 我待在這邊要一直花錢很煩 昨天是要住這邊的旅館 對我昨天已經睡晚開睡一天 好那可以聽到民眾呢還是陸續來到現場 他說他自己被困在台北兩天了 都是沒有車可以搭乘的狀況 那現在呢還是可以看到有人來到現場 想要碰碰運氣 但是現在列車都還是停鎖的狀態 然後提醒民眾在出門之前呢 可以查詢一下避免來到現場鋪空 那至於核實會通車呢 包括是高鐵也宣布在下午三點的時候 會有每小時三班的自由坐列車 那台鐵的部分呢 則是需要視風雨的情況 還有檢修的進度 再來公告核實通車 以上的閒鏡頭交換給空內主播 SETN三立新聞網最優質的網路新聞媒體